胆子不小啊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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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该 君主 这京城的东寺西寺 场地大十烂 逢年过节的时候也不过如此 早在唐朝时 就说天下都会 阳一亦二 扬州第一 成都第二 朝廷收四万两银子 就有一万是扬州出的 明儿把汪朝宗给我约了 恐怕 东盟得上门拜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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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 快 快点 宇寒见虎 快啊 来啊 追上我 快点 来啊 快啊 你等着 快点 走开 AWES 你 快啊 哪儿来的你腿子 یک吧 来啊 放开 散开 打他呀 放开 快 放开 放开 放手 撒开 大航打 大航你别打他 打 走开 原来是岩商的子弟 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嚣张 亏你这么大岁数不长见识 我告诉你 我爹是祖商 你敢等我马少爷试一下 原来是马少爷 下来 胆子不小啊 大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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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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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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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人欺负小孩 不嫌丢人哪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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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驾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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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走 走 放开 放开 是谁啊 这是新来的颜院大人 就他 他要是颜院大人 老子还是和中堂呢 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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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大人 你是知火 是 你的手下可真老 不知大人家道 惊饶大人 下官罪该万死 走 这是怎么回事 放开你了 别打了 回家还没事似的 谁叫你啊 别打了 回来他 没事似的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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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宗 倒是你灌出来的好东西 别哭 夫人 这次不叫夫人挂 你 你说这事还有劳你吗 我来 起来 起来 走 快别打了 你惹你的手 弄死我了 爹 你也傻一点 再惹你了 你要小心 娘 娘 爹打个逼你吗 狠 娘 奶 你还护着他 雨晗啊 你不是会打弹弓吗 就站那儿 你看见没有 把门口旗杆上的穗子打下来 打不下来呀 就别挪窝 娘 这多远哪 先远啊 先远那更得好好练哪 是吧 汪总上 来来来 您哪 就坐在这儿好好陪着 什么时候雨晗打下来了 告诉我一声 来 您喝着 打不下来吗 去 让管辖找一人 把那穗子摘下来 来 这处也好 好 还有点好 轻点 轻点 来 别处在这儿 查去啊 您要是找不着凶手 好 我就住这儿了 这儿劳饭挺好 阿大人 下官查过了 闯祸的 是汪总商的公子 王朝宗 可是天子故教 下官惹不起啊 都冤了 你给你们开吂而大人 在乎那顺利上也说minute 我好 他们来 那网友 我记得来 我们要是想一下 你俄历 有什么意思 刑事 这么快 这新任的颜院大人贵姓啊 姓姚吧 你别瞎说了嘛 气我没见过世面呀 这颜院大人到扬州 向来是有成立的 怎么赢怎么请 做客拜行客 行客拜做客 先得饮宴三日 这脸都混熟了 才开雅里市呢 哪能动静都没一声 突然就这么疼了 怎么了 怎么了 崩了手吧 你 你怎么了 说话呀 来 咱进屋术去了 来来来来 老皮子 我看看 没白养你 你就不能换个说法呀 哎哟老爷 真是颜院大人照例 您还得赶紧去呢 真的 是啊 老子骗完了 小的又来骗了 老子骗完了 小的又来骗 你 两槐盐运使卢德公 不知大人驾到 有失远赢 你不赢 你不赢有人赢 各位都抬头吧 好 卢大人 自哪一进城 这扬州市景之繁华 我算是见识了 名不虚传 不过袁台大人和各位总商 这日子过得 过得好像很辛苦啊 回大人 辛苦倒是不至于 不过 也不像外面传闻的那样风光 这句百姓的话来说吧 黄柏木做庆锤子 就落得个外头体面啊 说得好 我这次也是在热河行宫的时候 亲耳听皇上说的 今年天日清河暑气争裕 这盐该收得不错吧 收得好 那这捐书也该交了吧 大人 盛名莫过皇上 今年的盐确实收得不错 可是丝盐也闹得厉害呀 是啊 对对对 大人 丝盐的价格是官盐价格的一半 升斗小明贪图眼前利益 不买官盐 只买丝盐 单积押在遗争码头上的官盐 就有几十万金 官盐卖不动 银子就收不回 我们在家里干着急 愁得一把一把撸头发 嘴里嚼什么都不香 朝廷官府地方的支应 我们又一点不敢短 只出不进 明大人 报了把马老板二位总商 家大也大 还撑得过去 像我们这些小商小贩 本来日子过得就苦 再这样下去的话 那非得卖房子卖地不可 大人 盐商们哭穷 也有他们的道理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 朝廷有朝廷的难 地方有地方的苦 大人 盐商们哭穷 您是带着盛誉下来的朝廷命官 您别乱说 您吩咐我 我责承他们去办 您是带着盛誉下来的朝廷命官 下官心里明白 您刚到扬州就遭人暗算 心里一定很窝火 您放心 我一定帮您弄个水落石出 可他们都是总商的公子 其实我也不信 这扬州盐商施礼传家 怎么会出这样的子弟 对对对 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肯定是冒充的 可是我信这个 这一颗担子 够老百姓活一年的 卢德仁 这汪总商怎么没来啊 小民邦朝宗见过大人 汪总商 你从来都是最后一个道 好 不敢欺瞒大人 汪某军内 仰求了半天 这才出来了 这事扬州城众人见识 果然是性情众人 对脾气 那句话怎么说了这何先生 捆令大于军令 对对对 就是这句话 这汪总商一事华贵 一看就和他们大不相当 不敢当 是我没来的就换掉他 好 总算有人说了句实话 你没来之前 他们都说官员不好卖 不知道汪总商有何经营之道 说实话 说实话 严正这个差事确实不好干 本院在上任之前 何先生跟我讲了很多严正上的掌控 听得兄弟我 是不寒而栗 不能为汪家深刻儿子 是萧文书最大的心结 这不仅关系到传宗接代 更关系到总商的资格 因为扬州严商都是世袭的 没有子嗣 就如同秋后的蚂蚱 再蹦的也没了意义 所以 在萧文书看来 让女儿汪雨晗女扮男装 终归不能长久 当日至极 莫过于让汪朝宗纳妾生子 宝儿见过太太 起来 婉儿 多大了 太太 十六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太太 婉儿打小 就没了娘 爹也不知在哪儿 来春台班多久了 还喜欢呢 半个多月了 喜欢 太太 婉儿就是想唱戏 要是能唱红了 兴许我爹能找到我 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你先回去吧 改天我请老爷去看你唱戏 哎 问问婉儿的八字 去找苏畅街麻六奶奶和和 看看婚姻配不配 子嗣忘不忘 和老爷的八字 和老爷的八字 话说圣祖爷康熙年间 有个炎院大人是个读书人 学问很大 叫张承赵 这个张承赵张炎院 是个穷读书人出身 在炎上面前是一点威风都没有 瞧不起这位炎院大人 于是就不交税 这税克不完可是大事 听说圣祖爷哪儿了 说这两怀的炎税 怎么还交不上来呀 这位张炎院 无计可施 情急至短 后来 后来就怎么来着 说说 有谁知道 你 你知道吗 上吊死了 这在康熙年间是有名的大腕 而在本朝 有 教书尹如海尹大人 尹大人贫素身体就不好 想不到 你和尹大人联名上的折子 皇上也让我看了 尹大人的处境 和当年的张炎院是差不多的 不知道哪一天我阿某人 也会是这样 你说呢 莫总裁 大人 这张大人和尹大人 不敢相提并论 赴税是赴税 捐输是捐输 向来的规矩 赴税是按年之业 一毫一离都不能断 这捐输该捐多少 处于自愿 全品恭喜 可皇上不是这么说的 你们诸位的意思 和皇上的吩咐不一样啊 那就是皇上的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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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